福建官媒4月14號發文稱 福建省2020年高校畢業生三支一服計劃實施方案已經出臺 明確2020年招募約600名高校畢業生 安排到鄉鎮從事支教、支農、支衣和扶貧工作 服務期間為兩年,期滿後自主結業 大陸民眾薇女士說 三支一服計劃就是解決應屆畢業生的就業問題 4月18號,網上傳出貴州同仁大學生回鄉試點活動的現場視頻 在農田一角,有男女青年手拿勞動工具 現場有官員介紹大學生回鄉 發布視頻的網友說 大學畢業生下鄉、農民工回鄉的試點項目已經在貴州同仁展開了 也有網友跟帖質疑 上一次是先文革後下鄉 這次難道是先下鄉再文革嗎 福建莊先生說 疫情下企業沒有訂單、就業成問題 當局啟動新一輪的上山下鄉運動 既可解決大學生的就業問題 又可解決因失業引發的社會問題 這樣的政策是一個倒退 又到那個就上上下鄉那種年代 我們這代人還是知道一些的 那整個就是福來嘛 那現在這個社會還發展到這個狀況的話 顯然我們是覺得問題還是非常多的 中共官媒4月19號稱 疫情重創就業 大約8000萬人未復工 其中七成以上是農民工 由海外學者分析 中國實際上大約有兩億人正面臨失業風險 包括870萬應屆大學生 事實上2019年中共共青團中央曾經出臺政策 計劃三年內動員一千多萬青年下鄉 當時外界就猜測中共未解決就業壓力 將重啟上山下鄉運動 清談的記者長春李韻李佩玲採訪報導 您看外面 打 启